樂區分明是穩戲做特別嘉賓傅永 周伯伯,你不要誘騙我 我們怎麼會損害公眾利益 我們是爭取社會公義 發這麼多公帑 我這個納稅人好心痛 你可憐一下我吧 你這樣心痛就不值可憐 我還以為你會捐錢給我買礦泉水洗眼 現在不用想 有聽過廣播劇 有聽過廣播劇 讀書時期已經有聽廣播劇 當然現在工作機會比較少 但我也喜歡聽 其實想像空間會多很多 例如看電視那些感覺不同 因為看不到畫面 聽他們的聲音會幻想當時的情境 有一些配音員他們的確是很生動的 會令到你聽的時候很開心 雖然他們是長者、長輩 但我會覺得他們其實很硬 我剛才跟他們一起合作的時候 我覺得感覺很不同 跟他們一起合作的時候 他們的安全感很大 令到我做起來的時候 我都可以很放鬆地去做 而且他們的經驗很豐富 他們不時在我身邊提點 我什麼時候要上去說話 什麼時候要大聲一點 演繹上 如果說電影或者電視劇 可能不會說話會那麼誇張 其實電視劇有時候都會需要誇張 但電影呢 他們就會覺得這樣可能過了一點 但反而因為廣播劇 你看不到樣子 所以你沒有表情搭舊 你的聲音需要演繹得放一點 和誇張一點 大家接收個訊息的時候 才可以清楚一點 如果說我的編輯寫的字 我就比較難明白一點 但是說裡面的內容 我真的會覺得 其實這個廣播劇 是很有意思的 因為好像說 如果我們年輕的一輩 其實比較少接觸 或者少留意一些政治的東西 但透過這個廣播劇 你又可以聽到一些很生動的故事 但其實也是說一些社會 現在發生的一些利弊的事情 所以廣播劇 其實你會知道很多政界的事情 但你又不會說 要看一大篇文字去接收 但你用一個很輕鬆 搞笑的方法 你就可以知道 現在社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真的要寫一個廣播劇 可能真的會寫一個故事 可能是一個愛情故事 或者是一個青年發奮 向上的故事 希望十八樓師座 長做長有收聽率折折上升